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邦 今天又给大家看一对黑飘红的圆角柜 这对圆角柜款式也是按照我们明示王世香款的 透格的圆角柜非常漂亮大气的 那这个在明示家具里面也是圆角柜比较常见的 也是这个按照图路上做复刻1比1的 今天刚打磨好的真的 这对面柜子的面板大家看一下 独版的黑飘红尤其是做到一幕四开的 纹理都是出自一根料的 那这对圆角柜真的在自然观底下 所有用料都是非常透明的 真正的老窝料的 而且工艺我们都是做精工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做了一个导圆的 这个导圆上面起上下各起一条冰盘沿线 增加整体的一个线条美 那最关键的就是圆角柜的这个柜板的工艺了 大家看一下 现在圆角柜的这个旁边已经是没有做嵌铜键的 这个现在已经是用我们自己有这个木工比较好的这个手法 已经是代替了这个铜键的 大家看一下 而且它这个地方的话 做到吻合度 这个抽拉柜板是非常有难度的 比较考验木工的技术的 也是要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才能做出来的 而且这堆柜子不只是面板 这些是独板黑飘红的 里里外外 大家能看到的或者看不到的地方 都是这种老窝黑飘红的 干干净净的 所有用料真的都是清晰可见的 做到这种品质的家具 真的才是自己适合家用的好家具 大家不要小看说圆角柜 一个只是单纯的一个柜子 但真的是大有学问的 看一下这个柜板中间的这个地方 这个吻合度是比较考验工艺水平的 能做到贴紧 确实也是不容易的 这个现在我们技术也是越来越好的 真正民式家具 越看越耐看 真的搭配胶紫黄塘 这个黑飘红的非常漂亮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先分享到这